開始帶您關注是全球媒體都在聚焦的 亞洲航空班機失聯的狀況 上頭搭載了162個乘客 在目前仍舊是生死未卜 還原事發經過 事發是在當地時間早上5點35分左右 當時這個航班呢 是從印尼的第二大城四水來出發 原定的目的地是在新加坡 可是在當地時間7點半左右 竟然是和航管中心失去聯繫 到現在已經超過整整24個小時 印尼的交通官員表示說 相信這個航班在失聯的時候 應該是位在爪哇海的上方 後續有當地媒體報導說 是在蘇門達賴西岸的物理洞島 發現一個疑似飛機殘骸的東西 目前還需要進行確認 但是到了昨天晚上搜救行動是被迫中斷 今天天一亮是立刻展開 亞航也召開了記者會表示 還沒有放棄最後任何的一絲希望 而新加坡的軍方也在今天加入救援行列 讓盡快可以有好消息傳出來 亞航班機8501失聯 總裁費南德斯在成功將亞航 轉為亞洲最大廉價航空後 面臨生涯最大危機 他在個人推特感謝支持 不過公司的標誌 以及失聯專區網頁都轉為灰色 2014年兩度空難的馬航推文支持 但是機場內徹夜守候的家屬心急如焚 受訪時已經雨帶哭音 機場的大型看板不再顯示8501班機目前狀態 而是打出請洽服務中心字樣 一名男子受到激動處忍不住掉淚 從印尼四水出發的亞航8501班機 起飛後不久就失聯 這架飛機原定在28號上午8點半 抵達新加坡張宜機場 卻在7點24分與塔台失聯 7點54分才通報新加坡航管中心 根據了解 飛機失聯前曾經請求向左偏離航線 並將飛行高度從32,000英尺提高到38,000英尺 以避開雲層和爆雷 隨後失去聯繫 新加坡總理李顯榮也在個人推特上發文 表達難過之意 這架飛機在11月16號才進行維修 機場也擁有6,100小時飛行經驗 人為疏失的成分不高 印尼政府搜尋任務 會在當天天亮後持續進行 只是飛機神秘失蹤原因 還是最重要的待遣難題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修